代表是兩個風格不同的打法 第一分到查洛夫 還是堅持用反手發右側旋 跟著側身上直線 這個先下手為強 先拿兩分 沒有你沒有氣 先打打底 那氣比較足夠的,領先兩分 都不上眼了 你發球拿兩分,我發球也可以拿兩分 嘴巴不行 偷雞不倒就虧渣米 這個球想發個急球過去 結果被那個帽阻礙了,0比3 哎呀,這樣吧 想說你會贏也很危險 4比0開過奧查洛夫 這個開過真是認真麻麻 嗯 呃... 這個開過真是出乎意料的拉塞 也沒有緊要,整個開局開得這麼好 現在成勝追擊就是了 4比1 6比0開2 自己發球輸了兩分 所以得時發球,失時亦是發球 不足其的 不容樂觀 現在奧查洛夫 有一股勁 一定要拿下來的這股勁 問題就是 你的手是否聽話 發球不上銀 這股勁真的不錯 五比二了 換方位 換位看看哪個位置 撿得對吳上銀有利 哪個對他沒有利 吳上銀當然希望現在換位 剛才離輸了五分 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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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鋪 對 落後轉兩分 慢慢追來 奧查洛夫過了這邊 輸第一分 看看 下面有沒有人走 自己發球 又被吳上銀打了一個 哦 吳上銀從後趕上 現在是四比五 可能奧查洛夫要暫停了 算不算突然之間呢 這個不算 不算 應該是要暫停的 應該要 給別人拿兩分 決勝局當中 現時那個勢 有少少傾向留成敏的時間 這個吳上銀的時間 奧查洛夫應該暫停 當然教練 也不是很多事情交代而已 你自己想想 定一下心層 該怎麼打 你就怎麼打 現在 對的你就已經打得出來 到了這個階段 再講很多的戰術 都不是這麼實際 關鍵就是他自己信自己 我要用什麼技術去打 我怎麼平常心 他對待每一個球 又不能急 這個呢 這個尺度 真的要自己去把握 5比4 奧查洛夫還有1分領先 還是用反手發球 又拉失1分 吳上銀不受理 多數都是 5平了 追成 吳上銀是保守療法 沒事的 你發球過來 我應付過去 你拉擋我就擋 你拉不到我便贏了一分 這兩個球也是這樣 兩個球也是這樣贏的 5平 哎呀 發覺急球想搶攻 不過這條直線獨過頭 難分難解 5比6 吳上銀 這球也是該打到的 對呀 會不會再來呢 這次短了 哎呀 很被動的情況下 嗯 居然又可以贏啊 又 摘得來百加一彈 不規則 爬跳來 剛才最後的那一下 那等於也有幻下 對呀 六比六平 這個球真是 夠命不夠的 如果輸了 5比7 又被人壓著2分 5比7還要 布查洛夫發球 對呀 對呀 現在6比6 同一起跑線 有價港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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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塞 這個是招牌賽來的 這麼緊張的比賽 呃 發得死力過多 嗯 很難控制的 真的 他自己的力也不知道怎麼發出來 又是 嘩 好厲害 又打一個好球 嗯 每人有一個好球 這個是真實 技術實力的寫照 7比7平 是的 吳尚銀防守過程當中 都很注意落點的調動 現在也不知道誰贏啊 7比7 全球 現在到了賊網 豪查洛夫 那是底里贏了 因為對方的賊網 現在是 差一點就會得分 他居然 能插得去 最後還能夠搶攻 龍上銀好像有點手軟了,好像是打不中過球 又贏了一分,很好,又贏了一分,8比8 我們看球就看熱鬧了 逐分是2比2,我們現在中國已經入了決賽 看熱鬧了,如果你說德國隊真的這樣的水準發揮出來 跟我們中國也有得打,但有點懸念 韓國隊同樣也是 白平 反手對反手呢,奧查洛夫的確是很高興的 因為他的法力肯定比你早 到這麼緊張的比賽裡面 誰法力先,誰都會佔便宜 9比8 4 哦,又贏了一分 奧查洛夫大喊一聲 韓體比較大就在這裡 上不了手去搶攻 一刷完之後,也是奧查洛夫在打他,拘捕他 他自己是找不到機會去搶攻 好了,8比10 看看這兩分有沒有可能追回10平呢 奧查洛夫用反手拉起鐵發球 贏了最後一分 幫助就是德國隊在這一場當中贏3比2 暫時來說都叫敲碎了韓國隊的算盤 將吳尚人擺在主力位,想吃奧查洛夫這隻鞠 不是鞠,只是炮 吃不成了 現時呢,韓國隊落後0比2 奧查洛夫這一場比賽當中的發揮,可以說是相當理想 他自己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贏了最後一分,不是像別人一樣 緊握拳頭,耶! 送了一口氣,整個 轉身那一刻,真是 那些分感的神經終於鬆了下來 的確也是贏得很艱苦 對呀,一直打到8平9平 6平7平8平9平 也不是9平,10比8 10比8 然後輪到蘇斯出場,對陣朱世克 韓國隊背水一戰,朱世克能不能力玩狂難呢?